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57年 佳额在成立之初只是个平民的家庭小作坊 跟奢侈品丝毫不沾边 最早只生产羊毛马甲 羽衣和雪地服 那时的名字叫大多会运动服装 到了70年代 创始人山姆蒂克的女婿 开发了一种可以自动填充羽绒服的机器 才开始生产羽绒服 并在80年代给加拿大安大略省国家安全警卫队 护理员 环境监测员等特殊工种提供工作服 让他们在极端气温及风雪中仍能执行任务 有一说一 在抗寒这件事上 大鹅是专业的 但一直到90年代中期 它都没有一家自己的门店 也还只是个中不溜的品牌 不温不火 后来 它又是如何从一只土鹅摇身一变 成为一件羽绒服起步就4000元 高则上万元的热抢潮牌 装插必备的金额呢 故事还要从创始人山姆蒂克的外孙 三代目掌门人丹尼瑞斯说起 1996年 丹尼从多伦多大学毕业 获得了英国文学学位 当时 他对家族企业工作并不太感兴趣 一心想当个文艺小青年 爱好旅游 看看自然风光 顺便找点灵感 写写小说 一次 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逛商店时 他发现自家衣服和古池 普拉达等一众奢侈品牌放在一起 在此之前 他从未想过 将自家的羽绒服定义为奢侈品 并且 他还发现 瑞典皇室成员和当地民众都喜欢穿 不论男女 这让本无形继承家业的丹尼 两眼放光 看到了功能型服饰日常化的市场前景 有大好前途 还要啥自行车 2001年 他就放弃了文学之路 正式踏入商界 接替父亲成为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而他也成为大俄崛起的关键人物 当时 他天才性地定了几个方向 一 对外只用加拿大俄这个品牌 二 坚持原汁原味的加拿大制造 三 开发女装生产线 丹尼跟自己的外公和父亲格局不一样 很有经商头脑 他上来的头一件事 就是果断把原先的Snow Girls品牌 改为Canada Girls品牌 在他的设想里 把产品跟国家名字绑定 加拿大俄也会像日本的白色恋人巧克力 北欧的家具设计 瑞士的高级手表一样 成为独一无二的加拿大特产 此外 丹尼很清楚 加拿大地处北极南原 冬天气候寒冷 且长达近半年 对保暖衣服有着很高要求 改名加拿大俄 强调产地属性 就是想让人们知道 加拿大这么冷 那加拿大人做的羽绒服保暖效果 应该很强悍吧 为了强化加拿大特产 大俄说了 他们的所有面料 羽绒用料 包括冒野用的胶囊毛皮 还有设计 剪裁和缝纫等一系列制作 始终坚持 百分之百 产赠加拿大 尽管这样操作起来 成本比较昂贵 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每一件大俄的原汁原味 他相信 这样做可以让大俄卖个好价钱 品牌一价 就分分钟钟把成本赚回来了 事实上 也正如他所料 前面我们也说到 丹尼看到了 大俄日常化的市场前景 而要突破这一点 就需要与时尚接轨 把原本臃肿肥胖 看起来傻乎乎的大俄 设计成时尚洋气 小姐姐们都爱穿的款式 因此他还增加了女装生产线 大俄的设计 也从纯工装 向简约时尚转变 当然 改革归改革 老传统不能丢了 在这方面 大俄很努力地包装自己 专业户外预含品牌的设定 一款高端的羽绒服 一定得有自己的抗含标准 为体现自己的专业度 直接在极含天气中 让适时说话 大俄还发明了 五级热感指数 号称最强悍的 可以抵御零下30度的低温 同时 他还搞了一个 很有辨识度的身份认证 刺绣秀章 使用的就是北极地区的轮廓 而这红蓝相间的标志 也成为日后 大家心照顾宣的街头暗号 事实上 从上世纪80年代起 大俄就已经在包装自己了 第一个登上 珠莫朗玛峰的加拿大人 老里斯克·雷斯莱特 以及南极州 米国麦克莫多站的科学家 穿的就是大俄专供的防寒羽绒服 总之 在一系列骚操作后 大俄儼然就成了 世界上最温暖的羽绒服 在具备了极地故事背景 专业抗寒能力和时尚DNA之后 他就开始搞限制产能这一套 把自己整得像奢侈品牌一样运营 不卖个几千上万块 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填充的是真羽绒 大俄有句广告语是 如果这件羽绒服满足不了你 那世界上没有能满足你的羽绒服了 贵其实正义 贵从来不是它的问题 而是你的问题 其实专业的户外羽绒服 绝非大俄一家 类似的还有哥伦比亚 吐蕃鼠 北面等等 它们在保暖功能上 丝毫不亚于大俄 但却被大俄抢进风头 说到底 这是一只颇有心机的俄 比如 英国的007系列电影 美国的X战警系列 就由演员身穿大俄出镜 贝克汉姆一家 也是大俄的死忠粉 连普京大帝也未能免俗 无形中成了它的代言人 总之 在营销玄学的推动下 人们好像觉得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羽绒服 一种叫加拿大俄 一种叫其他羽绒服 从此 大俄打通了人都二脉 彻底掌握了财富密码 2001年 年收入仅有300万美元 而到了2020年 营收就达到了9.58亿加元 算一算 相当于50亿人民币 2017年 还在美国和枫叶国同时上市 从IPO之前被估值的20亿美元 一直干到市值一度超过300亿 短短数十年 已经没有人记得 它曾是一只灰头灰脸的土鹅 动辄几千上万售价的大俄 穿在身上 你都感觉身上的温暖 并不是羽绒服带来的 而是人民币燃烧带来的温度 并且 这种温度让人很向往 资本主义的大俄 很快就洗劫了社会主义国家 2017年 也就是大俄上市的那一年 开始在中国活起来了 知道大俄的人 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彼时和大俄有关的新闻中 总少不了华人的身影 在气温接近零下十度的加拿大 中国留学生遭遇抢劫 被扒走了身上的大俄 在多伦多的大俄旗舰店里 中国人直接打包15件大俄的设计 一时穿为佳话 还有排队买大俄 刚上架的大俄 总被洗劫一空 曾有海关人员称 2017年 大俄的入关数量 最多也就能和盟口打个平手 但在2017年入冬之后 大俄一齐红尘 入关量已经是盟口的五倍之多 当然其中也有马云的推波助澜 2017年 他至少有两次在重要场合 穿着同款大俄 一次是月初在美国见川普 一次是12月份 在乌镇参加互联网大会 结束后逛街 有意思的是 当时有媒体还指出 他穿的是一件女装 这一报道内容 立即在网上引起巨大讨论 网友们都在好奇 能让马云穿上女款羽绒服 到底是何方神圣 随后 在一众国内明星的曝光下 大俄彻底火了 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中国街头 当时有网友调侃 通往新二期的地铁上 你可以在一个限定247人的车厢里 看见至少6只鹅 大俄在中国的疯狂 超乎多数人的想象 2018年进入中国市场 一向深爱营销玄学的大俄 筹准了部分人人傻钱多的特点 一方面宣称 百分之百加拿大制造 绝不打折 另一方面将羽绒服卖到天价 还保持每年10%至17%的涨价 无形中又击中了一些国人 贵就是高端的虚荣心 同年12月 华为孟晚舟事件爆发 大俄被国人抵制过一波 新店开业时间延迟 市值蒸发超过100亿元 然而 这种紧张氛围 并没有让大俄在中国市场的 扩张计划折挤 华为事件告一段落后 结果到了2019年元旦小长假首日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 中国第一家大俄专卖店开业 室外零下十几度的气温 排队的人依旧热情不减 不打折 无促销 照样不愁卖 很多人排队快一个小时 连店门还没摸到 就被告知卖断货了 家价也没有 见不见了 今年年初 上海民众排队买大俄的壮观景象 也上了热搜 瑟瑟寒风中 排队1到3小时才能进店 如今 中国已经成为大俄全球最大的市场 拥有超过15家门店 而且在加拿大本土的门店数量为9家 美国为5家 在中国 只要你敢开 我就敢照单全收 人们可以像买白菜一样 将上万块的大俄买到断货 这些人将拥有一件大俄 当成人生的荣耀 自我一种身家衡量单位 在寒冷的冬日 穿一件大俄 不亚于在东北 穿一件大雕 所以 它在中国不光有保暖属性 还有社交属性 就这样 一步一北面 三步一大俄 俄在国内烂大街了 都不禁让人感慨 国民GDP的飞速提升 但转念一想 遵从以往的定律 代购 假货 你在大街上所见到的鹅 不一定是加拿大鹅 它有可能是 莆田鹅 宝定鹅 加瓶鹅 曾有一位金融博主 克里泰勒 在街上随机采访 穿大鹅的路人 询问他们 为什么会喜欢大鹅 他汇总了几个 被最多提到的理由 排名第四的竟然是 因为这不是来自 中国的便宜货 正所谓 无知者无畏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大鹅将一件羽绒服 卖到天价 堪称世界服装史上的 营销玄学 说白了 它其实就是一只 彻头彻尾的 大忽悠鹅 接下来 品牌哥就带各位 小伙伴来看看 大忽悠鹅 是如何收割 国人质商税的 就拿大鹅 最近被国家 有关部门处罚 花45万元 为国人做的一次 大型羽绒服 知识科普来说 让我们知道了一个 搞虚假宣传 以次充好 玩弄双标 蛮横傲娇的 大鹅真面目 但实际上 有一个更打脸的真相就是 加拿大鹅 大部分的羽绒生产 其实都来自中国 更让人不爽的是 尽管市场上 每件羽绒服里 都有可能包含 中国的羽绒 却很少有品牌 会以此为卖点 在此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句话 加拿大鹅 品牌羽绒服装的 填充物羽绒混合材料 全部采购自 加拿大的羽绒供应商 加拿大羽绒工业公司 于是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上网打开了这家公司的网站 发现 上面先是将加拿大羽绒一通夸 称为 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产品 后来 又在产品一栏介绍说 它们是从 全球的供应商那里 采购的羽绒 然后 我又在常见问题解答 这一栏中 比较隐秘的地方 看到一行字 加拿大羽绒工业公司 介绍其大多数羽绒来自东方 约占全球供应量的50% 这就差点没把中国两个字 给写在脑门上了 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上的羽绒大国 产量约占全球羽绒行业 80%的市场份额 羽绒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 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因而可以断定 大鹅在部分的宣传活动中 都在掩盖一个基本事实 其供应商来自全球 但有一部分来自中国 说人话就是 加拿大羽绒工业公司 是大鹅的供应商之一 从中国包括世界各地 收购鸭毛 鹅毛 它们会被分解鉴定 然后供应给大鹅 现在我们只需要来印证 加拿大羽绒工业公司的供应商 是否有来自中国的厂商 我从网上可以查到的是 从深圳发货去北美的物资订单 基本上一个月一单 收货方都是加拿大羽绒工业公司 我查了下发货的厂家 名叫荷龙毛厂 而中国羽绒信息官网 刚好对荷龙毛厂有介绍 工厂遍布全球各地 掌握了冰岛艳压 加拿大白鹅羽绒羽毛等 世界顶级羽绒的主要产量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 中国的羽绒厂是大鹅的供应链之一 因而我们也可以说 大鹅的毛料与你我饭桌上的肉 可能就是一个供应链上的 也许你从欧美买回一件羽绒服 说不定当中的羽绒就是Made in China 可是有些人天生就是魅骨 直不起来 曾有一个在加拿大的网友就说过 在140千米每秒的大风和暴雪里 大鹅可以吊打国产羽绒服 好家伙 140千米每秒相当于0.000467光速 火箭是每秒7.6至10.8千米 而宇宙第三速度为16.7千米每秒 可能在他的眼里 穿上大鹅就可以漫步迎合系了 有意思的是 曾有检测机构检测发现 一件浙江产出的售价为 1000元左右的甲鹅 羽绒蓬松度和用料做工扎实程度 居然比售价1万多的大鹅都要好 所以在这里不妨多讲一句 虽然我们不提倡假货 但大家要对国货充满自信 外国的月亮更圆的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 时至今日 在多数人的认知当中 都把南北极当成地球上最冷的地方 大鹅就是利用这一点 以南北极科考为幌子 让科学家们穿上大鹅出镜 作为自己的背书 无非就是想对外宣称 自己的保暖性能有多强悍 但实际上 极地气温并非大家想象中那么寒冷 以大鹅赞助过的 米国南极麦克莫多站为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麦克莫多站全年平均气温是 零下16.9摄氏度 最冷的月份才达到零下31.8摄氏度 而我国的墨河日均最低气温 都达到了零下36摄氏度 抛开大鹅的这些骚操作不说 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了 羽绒服的保暖性能 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蓬松度 充容量 和寒容量 通常来说 蓬松度600以上 和容量达到80%以上 能达到基本的保暖效果 蓬松度700以上 和容量达90% 是高品质羽绒服标配 当然 决定一件羽绒服 是否保暖的最关键因素 就是充容量 充容量的多少 就代表着羽绒服厂家的业界良心 举个例子 波斯登齐寒系列短款羽绒服 含容量90% 充容量203克 售价1699元 迪桑特短款羽绒服 含容量90% 充容量243克 售价2390元 而大鹅所谓的 优良且最保暖的羽绒服 除了几款高端产品 大鹅大部分都是625盆 是低端入门级的水平 而且填充鹅绒的 约占16.8% 鸭绒约占83.2% 还是普通鸭绒 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你买的是加拿大鹅 分明就是一只加拿大鸭 今年11月份 大鹅更是选择中国 作为其进军鞋旅市场的首发地 最低6100 最高10800 都全部受空 更离谱的是 大鹅新推出的三款定价 分别为600元 800元 1000元的口罩 居然也被疯抢到断货 说实话 我都不好意思把这个叫做智商税 高情商的说法 应该是叫品牌溢价 但这一次 大鹅没有说谎 很坦诚的交代说 这三款口罩 在防疫上的效果为零 因而 他所说的防护力强 我只能理解为 防寒能力强 或者说 可能是用来保护 社恐人士的 有不同答案的小伙伴 欢迎评论区交流 那究竟是什么 撑起了这千元口罩的体面 答案只有一个 大鹅贴心地把logo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换句话说 大鹅卖的就是商标 敢给口罩定价1000元 就是看准了有人 愿意为虚荣心买单 11月10号 经济日报发布一篇题为 别让虚荣心 带偏了理性消费的文章 来评论大鹅高价口罩 文章指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可以自主定价 奢侈品溢价高 是品牌多年积累打造的门槛 就像样子差不多的包 一无产的只能卖几十元一个 爱马仕的却能卖几万元 甚至几十万元 这一点 国产品牌确实还要迎头赶上 不是说非得跟着卖高价 而是要用产品和服务 打造品牌影响力 让市场逐渐认可自己应有的价值 目前 国内有不少羽绒服品牌 都在摸着鹅过河 做起了高端化 一款羽绒服高端化的过程 就是不断鹅化的过程 例如 生产出中国第一件羽绒服的鸭鸭 过去一直走的是低端路线 主要消费者以中老年人为主 这几年为了摆脱土味 做了不少动作 但怎么看都跟大鹅神似 但是 真正的国货之光 不是在价格上 或者其他外在形式上 跟风国际品牌 就自认为高端了 而是 要具备一流的产品力和品牌力 才有底气去跟他们正面硬钢 说到底 我们现在还拿不出 真正能匹敌大鹅的中国鹅 近几年 许多在中国走高端路线的国外品牌 都陷入消费欺诈的漩涡 据企查查数据显示 这份名单有 香奈儿 LV 芬迪 普拉达 苹果 乐高 迪奥等等 以次冲好 以假乱真 虚假广告 违反密码标价规定等 其中 LV因虚假广告被罚20万元 迪奥卖6000多元的T恤 质量不合格被罚5.76万元 香奈儿 以次冲好被罚21万元 Zara 以次冲好被罚24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 处罚次数高达185次 这些备受追捧的品牌 连基本的品质都不能保证 为什么还有许多人被割韭菜 也甘之如頤呢 经济学上有一种商品 叫韦伯伦商品 又叫炫耀材 其特点就是 价格越高 销量越好 它可以让消费者获得 社会心理上的满足 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优越感 是财富与地位的炫耀 在很多社会中 成功和有钱 是人们梦寐以求的 文化价值和理想 但成功是看不见的 你必须借助一些东西 使之有形化 实体化和可视化 比如LV和爱马仕 大额这些载体 这些奢侈品的高价格 天然促成了这种 象征意义的表达 而权贵民流的加持 则更为之注入了 尊贵 富有 时尚 优越等符号意义 鲍德里亚说 他们消费的不止商品本身 还有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 仿佛拥有了他们 就拥有了一切华丽和美好 大额的CEO丹尼也曾说 大多数人 永远不会开着路虎去越野 但光知道这车 有这样的性能 就已经让他们满意了 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这也即是 为什么苹果145的擦评簿 星巴克399的自助 大额1000的口罩 频频被骂智商税 又每一次都能成功 割一波韭菜的原因 最后我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所谓的智商税 其实就是虚荣心作祟 就是需要面子之称的 所谓的高大上 古罗马的上流社会 需要紫色丝绸 欧洲的君主 需要中国的瓷器 严格意义上说 这些东西都是为 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撮人准备的 而现在出现的智商税 就是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 也冲了进来 去追逐和他们财力 并不匹配的奢侈品 这就让大多数人觉得 这些人脑子是不是瓦特了 尤其是口罩之类的 本身并不具备太高的科技含量 只是因为大牌的加持 就能标出上千倍的溢价 本身就是在劝退 99.9%的买家 买了就会有人笑你傻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 中国从一穷二白 走向伟大复兴 已经成为一个 繁荣富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们生活富足 现在腰带骨了 许多人很怕别人 不知道自己有钱 什么贵买什么 才能显示自己的富影 从目前来看 物质富足 我们已经差不多了 但到精神富足 还需要一段时间 等什么时候 我们真正精神富足了 对自己充分自信了 那就不会再有这种畸形消费了 到那时 才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 真正提高的时候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于三连 我们下期见